唐政偉 林總 各位同事 早安 好 唐 那很高興今天請到我們重量級的出獎者 那相信大家已經迫不及待 在開始之前先請林總為我們有言 唐政偉 今天子偉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期待已久的唐鳳政偉真的來了 那原本我們跟他的約定其實好幾次都一直在言 而且本來我們知道說他要去參加奧運 我們又擔心說奧運回來要隔離 這個可能會趕不上我們原本預定的這個8月3號 不過結果唐鳳政偉讓日本人失望了 他沒有讓我們失望 我好幾次都跟各位同仁介紹過 其實唐鳳政偉他最特別也是最精彩的演講 是透過這個slido軟體跟大家做互動 今天我們就有這樣的機會 眼見為平啦 這是我第三次見到唐鳳政偉 對於我來說 有三件事情沒有改變 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 佩服他 聰明 機制 都沒有改變 第二個 這個佩服他 平易近人 還是一樣 沒有改變 第三個佩服他 口才 這個 這個 反應啊等等 沒有改變 好 廢話不多說 我想敬呼各位的雙手 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的演講者 韓鳳政偉 好 那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跟大家演講 那本來是說因為疫情的關係要改成視訊 不過我人在這邊而不是視訊 就知道疫情這次真的有辦法了 所以就算很高興有這樣子的機會 那剛剛在路上在車上 就已經看到大家非常有創意的問題 所以在接下來50分鐘裡面 我會講什麼完全是由大家的問題來決定的 那大家要問什麼 我就答什麼 而且要按讚 因為按讚的數量越多 那它就會跑到越上面 比方說現在最高分的一個提問 是一位匿名的朋友提的 他說威力財已經連續公布40起了 現在希望通貨大大 其中有沒有什麼演算法 有沒有什麼新的做法 能夠提高中獎的機率 很感謝這位朋友 他幫所有買威力財的大眾發聲 希望提高大家中獎的機率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多開幾組號碼 大家中獎的機率就提高了 不過這樣子獎金也就減少了 所以就是一切都是這個 有捨才有得的 那當然我覺得這樣子的題目 我覺得很棒就是 在SIDO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要跟左林右舍拉票 我們如果現在這個題目出現在 好朋友的Facebook 或其他留言板上面 那大家都是具名的 第一個大概舉手 覺得提這個題目的動機可能會建立 那第二個是說 可能大家就會在底下就開始討論 就已經炒成一團 就是下個題目 就不會有機會問了 那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看到說 SIDO的空間 就是匿名的大家發問 可以不說拘束 那但是呢 就是在其他的下一個問題 就比較正經的 關於行動支付的 其實就像那個俄羅斯方塊 你可以看到下一塊方塊 是什麼 你就可以先想這個 就不會被前面這個問題 那個回覆 待著跑 所以沒有回覆的功能 而且只能按讚 不能按諾 那這個其實就是讓這個空間變得 我們覺得比較Pro Social 就比較 比較親社會 就是比較有助於 就是大家的注意力 集中在 就是值得回答的問題上面 所以 歡迎繼續掃平安革 繼續拉票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行動支付什麼時候 可以整合 這個 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更統計 例如像說 這個大陸支付款 跟無編性支付 是從大陸廠的路邊攤都可以用 那台灣有台灣Pay MinePay 接口 ApplePay 等等 使用的地方都有秀線 有的地方只能夠接受 某些行動支付 而如果某個地方 它可以接受 全部的行動支付 那你就會看到 好像那個展示櫥窗一樣 就是一台5格 QR Code 貼在那一邊 那 就會增加認知的成本 就是就算你手機上面 剛好有 就是它可以接受的那種 行動支付 光是找到這5格裡面 哪一個才是你手機上面的 然後如果都沒有的話 它要下載 要安裝等等 就非常的麻煩 那我們今年在5月的時候 也注意到說 我們要在台北 有自己的實聯制的城市嘛 那時候高雄也開發了 自己的一套 那比較大的公司 會不會有全家 也開發了自己的一套 好像 愛動啊 摩斯漢堡啊 等等 就是每一家都在開發自己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 你的手機上面 可能就會有一個螢幕 專門就是安裝各種 實聯制的軟體 可能要有7個實聯制的App 然後就好像那個 玩Bingo一樣 就是實際的每個地方 就要看到 這是高鐵的 還是台鐵的 還是這個全家的 還是7的等等 那所以就是我們就 具體而為的 重現了行動支付的 就是多對多的 沒有辦法match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後來我們就想到一個 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去說服 各家的掃碼器 都可以支援同一種QR Code 我並不是禁止大家安裝不同的掃碼器 好比像說台灣市交距離有掃碼功能 機關家有掃碼功能 LINE加朋友的 它叫那個主掃碼器嘛 也要掃QR Code的功能 那這些本來可能都 不然LINE的主掃碼器 只能支援LINE Pay嘛 它在信用支付上面 它當然不可能拿來掃介口 或台灣Pay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簡訊實驗是它的 我們叫open standard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標準 並不是任何人控制這個標準 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一串密碼 而是它是名碼 它本來一串名碼 剛好就跟它印在那張紙底下的一樣 所以好比像說 這個我剛剛剛進來的時候 也有用這個台灣社交距離 掃了門口的這個QR Code 我就發現說 長所代碼221697U等等的 這個部分就是康城科技的這個代碼 所以它印出來的 就是它在QR Code裡面的資訊 這個意思就是 每一個掃碼器的開發者 都可以獨立的 不需要受到什麼授權 或者專利 或者著作權的限制 它就可以自己想辦法 專注於把那個體驗做得更好 而不是說 自己弄一套在邊緣 都不一樣的標準出來 所以當192簡訊時間 這個標準在G0V 臨時政府的這個線上的社區 被提出來之後 那我們當然是第一個實作的 就是用 就是built-in的解訊軟體來實作 那但是在上路前的一天 我就跟機管家的Frank聯絡上 那機管家只花24小時 也就成為一個掃碼器 那再過了一個禮拜 台灣社交距離也加入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 LINE的主掃碼器也加入等等 所以之後就是像本來自己有自己 靠個QR Code還不上台北通 那他們也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修改他們的程式 他們就不再去做那種專屬的掃碼 而是把所有他們 往台北的市場等等 都整合成變成 就是一舊AI的檢訊實驗室 那所以這個過程就讓我們很有信心 就是說確實一個開放式的標準 不是任何人需要先加入一個會員 才能夠使用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一致性的去比那個體驗 而不是比那個exclusivity 就是比那個旁邊派出的那個能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很快的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年底我們也在想說 那是不是也要用類似這樣子的方法 去把剛剛這位朋友提到的 包括台灣Payline 就是安排結果等等的這些 不是要求他們 就是不用他們的掃碼器 而是說大家都要用同樣的這樣子的standard 所以如果有技術人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它叫TWQR 那技術的那份文件叫TWQRP 那如果找這五個英文字的話 應該就可以開始看到說 年底的這個整個是QR 它長的樣子 所以是蠻令人期待的 我們試試看這樣 好 換一個麥克風 給我 好像沒有電 OK OK 好 這個感覺那個 對不對 低音到高音中間沒有隔一個Band 比較不會暴力嗎 對 或比三家 就好像又好一點對不對 高音的部分更亮一點 OK 好 那我們不用錢 台南 很多同仁也是透過視訊 對 因為其實透過視訊 我們知道音質是最重要的 就是音質如果一不好 或者是中間有破音 報音或Lag的情況 其實就算視訊再清楚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就是見面三分請 視訊兩分請的那個程度 何況現在又有戴口罩 所以 連讀唇語都沒有辦法 所以 完全是靠聲音的品質 所以 希望現在這樣聲音質要好一點 好 Mandy想要問說 如何透過睡眠來加班 是不是跟潛意識開發的程度有關係 我自己是 就是 一定要睡到百個小時 所以 她朋友我今天又要趕高一點 我需要七點鐘起來 那這樣子我前一天 無論如何十一點 就一定會睡著 那 但是那是因為我今天就是起來的這件事情 不會給我造成很大的壓力 她沒有 像我們剛剛講的 要把各種各方各派的這個掃碼器 整合在一起 所以在簡訊時間制推出的時候 五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必須加班 八個小時就不夠 我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就是會睡到甚至接近十個小時 才能夠把就是我在白天的時候 聽到各方的不同的想法 大家當然都覺得是 鼻子衝突的等等 才能夠在腦裡整合成一個Solution 就是整合成把拼圖全部拼在一起的 像一種開放式的Standard 開放式的標準的做法 那 所以我覺得這跟潛意識開發程度 應該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在睡一覺前 我就是過過鬧鐘嘛 然後我就是告訴自己說 等我醒來的時候一定就會有辦法 雖然在睡前感覺上是 就是一重莫展大家都覺得說 這些不可能互相相容 但我就覺得說 反正我沒有到想到一個 可以把它成合的解決方案 以前我是不會醒來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類似自我暗示 好 但是如果有過鬧鐘的話 就沒有任何一次成功過 就是鬧鐘想的時候 我醒來才是那種一重莫展的感覺 對 但是如果睡到自然醒的話 就是八個小時也好 九個小時也好等等 那你醒來真的就是一種 忽然關通的感覺 我之前有一次加班 睡到十個小時有多一點 那是看那個天能Tenet那一部電影 那就是因為是晚上看的 看的時候真的完全看不懂 就是去感受它 那然後但是一睡醒 睡了十個多小時 整個劇情就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睡到自然醒 睡前其實暗示自己說 欸 我不序下判斷 但是我醒來的時候 要有一個綜合的判斷這樣子 那有時三位朋友們問說 在時間跟工作管理上 客戶或者是主管 他很多碎片化的即時通訊跟電話 造成無法專注力分散 那修辭很有意思 要如何克服 那特別是假日或者晚上下班之後 因為這兩類沒有辦法請對方來配合自己 意思就是說客戶永遠是對的 所以他如果就是一定要假日 或者去下班的時候找你的話 很難讓他找不到 那主管的情況也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一定找得到 但是三十分鐘之後才找到 大家可能知道我用一個叫做 番茄中的一種工作法 那番茄中的意思就是 我不會做任何事情 就是很專注二十五分鐘 那專注完之後 我才會去看我的訊息 所以任何訊息到我這邊 它一定有一個latency 因為我是P4處理嘛 所以大家 而且這可能可以預測 就是大家就知道說 到每個整點前五分鐘 五十五分或二十五分的時候 唐方會開始看他的訊息 那到整點的時候 如果不回的話 那就表示還要再半小時才會回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們在即時通訊的狀況上面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 他是邊想邊打字 也就是說他只是想到一個問題 他是先確定你在那邊 然後他才慢慢展開他 這個問題的很多的層面 他要跟你反覆確認 但是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你等於是要陪著他想的時間 所有人卡在那個同步的時間裡面 尤其如果你有多個通訊軟體 都裝在手機裡的話 那隨時都在一個注意力缺失的情況 因為就是要分心嘛 分成你有三個通訊軟體 就是分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然後去跟上那個 正在打字的那個人的狀態 那當然像Line 我Line是不用來做就是辦公用 不會透過Line去下什麼指示 或怎麼樣 那但是好朋友啊 或者家人啊什麼 還是會用Line嘛 但我覺得Line最近蠻好 就是說 他可以讓我半小時 看到那五分鐘 可以很快的就是長按每個訊息 然後按那個讚 或者是按愛心的那個圖示 這是一個新功能嘛 以前就是說 當你回一個表情符號的時候 別人所有人 又會被你打擾一次 但是現在的話就是長按 然後就表示看到了嘛 那我會在 就是我想清楚了之後再會你 那這樣對方也知道的時候 他可以繼續留言下去 但是他也知道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就沒有那個 就是專注的時間來處理 因為他那件事情 如果需要我25分鐘 那我是必須要book到 我前面的翻寫中解決了 後面才能夠來解決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任何的即時訊息 其實我們在之前別的 就是像Slack啊 或者我們內部用的 叫Rocky Chat啊等等 其實本來就有這種 加表情符號的功能 不會打擾到別人 所以大家在這樣傳訊息給我的時候 到最後都變成好像Email一樣 就是我等了25分鐘之後回來看 可以在不打擾對方的情況下 鼓勵對方先就是想到什麼 結果輸入什麼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看到的時候已經很像 封完整的信 就不會變成是我給他打斷 他要給我打斷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我5分鐘 一定就可以判斷出來說 欸這件事情要怎麼處理 或誰處理比我處理好等等 那我5分鐘趕快回 回來的時候他就可以 再去做半小時的處理等等 所以我下班之後就是 在晚上還是會看群星 但是不會隨時太興趣 而且尤其是不會被打擾 就是聲音什麼都是關掉的 震動什麼都是關掉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這兩個的一個權衡 因為確實 不管客戶的主管 隨時想到什麼 他還是希望說 等你下一個有空的時間回來看 但是如果你把下一個有空的時間 變成隨時的話 那就像剛剛講到 就會變成很多人性的狀況 我想每一個團隊不一樣 就是不一定要是半小時 也許可以是約定一小時 或者是這類 但只要大家都在 就是同樣的一個時間 就是同樣的分鐘數回來看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溝通 還是有種同步的感覺 又不會真的打擾到彼此的聲音 我也覺得可以參考看看 我已經這樣子大概12年了 有十一位朋友問說 防疫常態化 各行各業的生存之道 例如像說工程或者財民等等 像我們今天這個視訊 我覺得做很好 對不對 就是一個房間裡面限制人數 就是五十人以下 一百人以下等等 但是藉由這個滿不錯的科技 而且就是越來越好的麥克風燈 還是可以有一種 就是我們隨時就是舉手發言的 這個發言權 不管你現在在這個會場 還是在另外的會場 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透過slido還是隨時一拉票 一按讚立刻 就看到線上的即時的回饋等等 然後共同在場的感覺 沒有因為這樣子而消失 那我覺得不管是工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基礎性的工作也好 我想最需要的還是說 把我們所碰到的這個個體 不管現在是要修一個設備 或者是說在客戶那邊 要安裝一個新的系統等等 完整的傳遞給同事 那這個我們如果是在室內 當然本來用光纖用WiFi 相信你應該都是用一台網路 就可以做得很好 它Latency也非常的低 那如果是在戶外的話 那就是需要用5G 因為如果4G的話 還是有Latency 就是可能對方給你一個指示 那你其實在做下一個動作 或者對方點頭微笑 但是其實它是在回應你上一句話 就是Latency一高就會有這種情況 那5G的特色就是 它即使在戶外沒有光纖 光纖牽不到的地方 它還是非常低的延遲 所以還是可以有一種光纔在場的感覺 所以工程的部分 我覺得就剛好無需的開台等等 剛好趕上這一波 那所以我們實際上 攝影場的程度並不是很高 那就算有些國外的朋友 就是幫忙維修設備 什麼沒有辦法入鏡 那現在常常就是帶個HoloLens什麼的 就可以就是對方背後靈 就附身在你身上 那這個也變成就是 非常日常的一些處理方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機真的滿好的 就是我們去年沒有疫情 但是各國都有 然後各國已經把所有這些工具 都已經開發到一個很成熟的階段 那我們今年的前面兩個月 雖然碰到疫情 但我們導入這些工具的時候 都沒有嘗試錯誤的這個需要 就是可以把去年都已經非常成熟這些東西 直接導入 所以我覺得還滿幸運的 那當然參與就不是如此 參與好像沒有辦法 就是直接透過視訊就吃 不過我們也看到這一次就是 本來是以外送為主 但是後來像高雄好家在的 就是外送跟精神社隊的結合 外帶然後去跟特異的夜市的結合 那現在甚至連內用的預約 那以前大家覺得說 預約客戶不會用 但是現在經過兩個月的倍數為轉型之後 大家多多少少也都會用了 所以很多的參與業 他也趁著這個機會去結合 他本來不會去使用的像MPOS 那之前他如果規模不夠大的話 那他就是買一台刷卡機 他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投資 但是現在因為他的手機 本來就都有NFC的感應的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 就直接裝一台MPOS的軟體 那感應是行動卡 或剛剛講到行動制服 就直接在他手機上就可以收單 所以在這兩個月 我們也透過一個條雲世紀 就是不管MPOS 還是什麼網路廣告之類 那不管你採購什麼樣軟體的方案 反正政府就出來了 還是大事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方案 我們也看到整個轉型的動能 是滿高的 那當然現在就是疫情又緩和了 所以很多的這個轉型 但是它是月租方案 所以我們接下來下個月 就會看到到底續租的程度多少 不過因為再過一個月 可能我們的數位無備券 也是會很明朗 會退出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再用數位無備券的這個部分 繼續去帶著 已經在做就是包含外帶外送 電商等等轉型 那這些參議員 也能夠繼續維持 他們繼續不要退租 這些運方案的一些做法 所以試試看 我們不確定 效果到底會怎麼樣 但是就試試看 有十二位朋友問說 再幾次利用視訊連線 在國際會議題台灣發生 是不是有評估 或者之後被中國駭客反攻擊 其實我什麼都不做 還是會被攻擊 那我只知道沒有辦法過經香港 反正說不行 再過外遇到這個 中共的激進分子攻擊 等等的問題 不過我想是這樣 就是他們在那一場 他們的人也有發言 就是他們駐聯合國的代表 也有發言 我們兩個人的發言 都有列入會議記錄 而且他沒有退席 那這個是很有外交的意義的 因為他以前就是 如果不能把我們趕走 他自己就得走 就是聯合國給大家決議的 一個自然後國 那是後來他沒有退席 那之後我在很多聯合國的周邊會議 或其他的多邊 也都用類似的方法 那當然每次運一個機器人很麻煩 所以後來我們簡化了這個方法 包括在韓國那次GSG的meeting 我就是請我朋友這個夾一個 夾居 就是一個類似一個脖子 然後上面可以放一台iPad 然後就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這個off the shelf的東西 所以只要旁邊有一個旋轉椅 就可以把我直接夾在上面 所以其實上一秒鐘 也沒有人知道他要這樣做 但是下一秒鐘 會議主席 或者是在會議主席 同意之下的會議工作人員 就可以從公事報裡面 拿出一個已經裝好的iPad 然後就這樣加上去 那這樣如果有人要發言的話 他就直接幫我轉頭就好 因為我在院內玩的時候 那個就是中共的代表 不是提出抗議嗎 但是就是我忘記是鏡像的 就是我看到的這個影像是鏡像 所以他好不要在這邊發言 然後我為了尊重他 本來要轉過去聽他講什麼 但我就轉錯方向 真的不看他 這樣子的情況 對那是有一點沒有禮貌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檢討 所以後來就是都是請 就是會議主辦方幫我轉 我就不用在那邊操控機器員 那之後也都很融洽 就是真的大家就覺得整個panel 進行就跟我在場 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後來就變成一個慣例 那他們當然就是主張說 這只是放一部電影而已 又不是真正的意象的出行 雖然這部電影是可能半秒之前才錄製的 但是隨便就是從他們角度來看 就是放電影 那這樣子的話他們也可以接受 所以後來就變成一個慣例 所以我覺得這不一定是 他們就是一定要來攻擊我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在聯合國日聯網那一次 也不只是我幫到我們NCC交通部 一些相關的一些朋友 都有藉著這個方式來發言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們也覺得說 那就是你反正躺不住 不然要幫整個會場斷網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那所以不如就欣然接受 所以後來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外交傷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可以說變成一個默契 那所以很感謝這個 擔心我的人身安全 不過從我加入內閣的第一天 2016年10月1號 我的Google的帳戶上面 就已經出現說 這個有國家所支持的 這個害客人在想要出境的帳號之類 那時候我什麼事都還沒有做 所以這個不管我做什麼事情 都是就是會被免費的 這個檢查我的子彈農理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大家互相接受 好 有11位朋友們問說 健保身份證駕照證件 能不能說的話 整合在一張卡裡面 目前駕照其實已經虛擬化了 所以就算你沒有帶指紋的駕照 只要你有帶任何別的身份證件 那在駕照查驗的時候 才可以直接查到你駕照的記錄 那健保的部分也已經虛擬化了 大家如果有安裝健保快一通 這邊應該有一半的人左右可能有安裝 那如果有安裝的話就知道說 上面其實已經有個虛擬健保卡的功能 你只要按虛擬健保卡 你就可以產生出一個QR Code 那不管是任何的診查或者是 甚至是開藥診斷等等 它都可以現在視訊進行 你就只要把你的手機上面的QR Code 讓就是願意來試這樣子的視訊 訊療變得非常多 因為很多它的個案它不一定有染疫 可是它要被匡列 匡列就要隔離一段時間 那特別是慢性病 在這段時間還是可能要回診 還是可能要開藥等等 那以前都是必須要請家人拿著健保卡 跑大老園等等 那也是很麻煩 那現在剛好就是有虛擬健保卡 所以大家都使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所以我想之後整合到一張卡 這個也不是一張卡 就是你的手機 大概就是整合到手機裡面 那之後還有像現在大家在討論的 這個疫苗接種等採權證明等等 手機作為一個載具 我覺得它進可攻退的時候就是說 一方面手機它有滿好的這個資安 不管是透過就是生物變成指紋 或者是一般的密碼檢訊等等 手機都可以收 一個一張卡是不能幫你收檢訊的 但是手機是可以收檢訊的 手機也可以把檢訊 所以它的就是認證的方式比較多 那二方面就算你覺得手機上面的東西很容易 就是不見啊手機會沒電啊等等 現在手機截圖是所有人都沒有的事情 所以你手機截圖傳到另外一個人的手機 手機截圖跑去翻列音 手機截圖丟到iPhone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現在也很多人會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設計成它可以離線驗證的話 那即使離線的情境 那就是手機截圖印出來而已 所以我覺得手機作為第一載具 現在感覺上是比它要來的有擴充性 那當然在少數就是完全沒有智慧型手機 或沒有習慣用智慧型手機的朋友 那像簡訊實驗室我們也特別設計了那個名碼 所以它手動輸入這個到1922手動的傳簡訊 所以也可以當作是它不用安裝APP的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我剛剛說的智慧型手機 那不一定是APP APP當然是比較方便 但是就算是用行動網頁等等的方式 大概也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認證 所以目前我們整合的方向 大概先是往大家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來達成 有些可能問說 在台灣在國際上面的地位或者是聲量 一般民眾是不是有可以貢獻之力 我有一個朋友寫了一支小城市 然後讓那個叫popcat還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手機上面一直按一支貓張嘴的畫面 大家要比那個按的數量之類 然後他就寫了一支小城市 就用機器人一直去按 然後你過來台灣開名就第一名了 然後開名第一名的時候 他就發現國企啊 上面怎麼還在寫這個Province of China 所以就大量的網友寫信過去 然後開發者就從山入流 就把那個拿掉了之類 所以覺得還蠻有用的 那當然不是說要大家去寫這個案件的程式 但是就是每一次在國際上面 特別是Twitter上面 很容易就流行一些活動 那流行一些活動 不管是雞排聯盟或者奶茶聯盟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台灣剛好處 但是聯盟聯盟的交界之處 所以不管是往東北 東南地方 都有非常多共通的話題 那有共通的話題就可以去把這個hashtag 變成我們自己的 然後就讓大家透過這個hashtag 來導致到台灣 所以如果對這些方面 就是聲量有興趣的話 確實就是去看traininghashtag 然後traininghashtag裡面 就是正在趨勢上面 正在熱門的這些hashtag 可以怎麼樣再加一些梗 然後把一些台灣的元素帶進去 我覺得都蠻好的 大家就是沒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考慮往這個方向走 台灣是只有專門的協會 做這件事情 叫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整天就是在發明這種 新的網路上面的課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看他們的工作 Mandy問說 平常能夠理性幽默地 應對人境關係 請問我人生中 最感興的時刻是什麼 最感興的時刻 當然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理性 就是在錯夢的時候 就是完全就是進入一種 就是其實我在夢裡 常常會預言各種各樣子 明天會發生的事情 明天會發生的劇情 特別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有各方的立場衝突 立場衝突等等的時候 那我就會在夢裡 就是不斷一次一次去預言說 要怎麼樣能夠同理 設成處理彼此的感受 那如果在夢裡沒有處理好 那就爆炸了 那是真的蠻感性的 就是翻桌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夢就會中斷 中斷完之後呢 就重新再來一次 好像就不斷的去模擬 那有時候模擬到兩三次 那一醒來就覺得說 對我用這樣子的方式 應該就可以調合 這些不同方面種類的衝突 那所以我在夢裡的工作 是主要是感性工作 那我在醒來的時候 主要就是聽大家的看法 但是不會一下子就有什麼情緒 或者說做出看法 所以大概是就是白天跟晚上 是這樣子分工 所以也從頭中角度來看 白天其實我都是太休閒 其實只有晚上的那個工作 才就是比較認真的在工作 好 十二朋友問說 我服裝都是找誰設計的 我沒有特別找誰設計 這兩套都是有人送的 那我外面這個應該是正門參賽事長 有一次跟我參加一個社會企業的活動 那他就推薦他們桃園的一個 從香港帶來的設計師 那是用就是牛仔布 就是不要的牛仔布 回收的牛仔布 然後再找一些兒獨就業的 這個主要是婦女們去進行防治 那就是透過我們叫upcycling 就是每次回收價值反而增加的 現在不能講反而因為大部分都是outside 過了 加持就增加的這樣的方法 然後去讓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循環經濟 所以他其實是循環經濟的一個類似招牌 那在台灣也有不少品牌做這個 像storywear也是做這個 然後storywear就是他會在衣服的內側 還有那個縫的人的簽名 然後還有寫說他花了多少小時 他的故事等等 我覺得都是蠻好 就是他同事的社會下持有辦法再加持 那當然storywear也賣得很貴 所以因為這是premium 那但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在消費的時候 就是在看他後面的那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可以是環境的價值 可以是社會的價值 但是不能是修首旁觀 就是他不能完全沒有故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不錯的一個概念 那中間的這一件事是藍染 那反正就是在台灣去日本的技術引進 然後台灣的一些藍染的那種就是從業者 試著透過設計讓他們能夠接觸到 很多國際的朋友 那他們也是有一個研究社 然後也是台灣總的 對 所以我沒有特別掌勢設計 但是設計師如果就是他的理念 那我覺得還真的有符合我們勇氣 因為社會創新值得更多人聽到 值得更多人一起做 那我就可以幫他們做model吧 所以是一種台灣model 有十分朋友問說 請問他這晚現在有沒有透過之前 考慮透過之前三倍券跟真心券的政策 透過對使用數位券的民主加碼福利 來達到國民對於資訊器材使用習慣上面的數位轉型 當然有 那我們去年三倍券的數位的部分 有兩個主要的挑戰 一個就是說家戶沒有辦法綁定 我們在資本的情況下 就是所有人他都可以拿著自己家人的信用卡 有人直接拿一疊 然後直接去便利商店 然後就把資本湊在一起 湊在一起之後大家就去吃大餐什麼的 那但是數位因為是分別綁定 所以沒有這種感受 那就好像沒有什麼社會性 就是每個人自己的行為 所以至少就是同一戶裡面的綁定 今年應該會就是比照去年資本的方式 讓數位能夠這樣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去年在拿資本的時候 你如果是在全家或者是7 那他們本來就有加碼 甚至如果你願意all in 就是全部都值買全家或7的東西 他們加碼到1000塊 直接變三倍變四倍 那即使你沒有這個拿他們的那個四倍 去這個很多夜市啊很多餐飲啊等等 他們都會喊出也四倍五倍六倍七倍之類 所以它有一個成熟的一個效應 那但是因為我們刷卡的方面 並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當你綁定之後 其實那個打折是刷卡的那家公司給 而不是就是實際經營的那家小吃飯啊 直接給 所以之後每個部會要加碼的時候 它變成一定要發行它自己的 所以在之後當然有發行 國民旅遊相關的啊 或者是易放、動資、客裝等等的這些券嘛 那農遊之類之類 那每個券當然有它自己的依靠清算系統 那所以我去年的這個時候就是在疲於奔命 因為每一個的登記規則、抽籤規則 然後每一個的就是啟動的時間 每家廠商全部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快啟動的時候 我就要去幫忙這個 確保它的資訊系統加得穩定 所以今天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第一個是可以就是 後面的這些部會加碼 看能不能用同一個登記的系統 所以你如果不要當然可以說不要 但是如果要的話 那是不是就大家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這樣就可以省去重複登記 那二方面也可以讓數位券綁定的時候 如果有某些部會就是願意用它 後面加碼的預算移到前面來 在這個數位圈這邊就直接提供折扣的話 那這樣技術上也才可能 因為這樣這個綁定 真的跟這個部會系統才是同一套系統 那所以從這個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就是它也可以像去Seven拿資本券一樣 一開始就知道說我如果選數位的話 那我可以獲得多少這種部會的加碼優惠 那兩邊才是公平的 不是說數位特別比資本好 資本這邊也可以加碼 只是去年資本加碼很容易 而數位加碼很困難 那今年我們把兩邊做的一樣容易 所以也不是說一定所有人都會來用數位 但是至少數位可能就希望比這個7.7% 要稍微多一些些吧 那目前就是這樣子的想法 有九位朋友們問說美軍撤離阿富汗 就知道一定會有人問這個 欸 塔利班政權對於民主世界的危害 是不是有可能去超越北韓或者是中國 就是幫他們設想 那以及這個塔利班有沒有對台灣的潛在的危機 後面這個目前一下還看不出來 那最後就先往前面來講 目前我們大家很關注的就是新聞自由 特別是網路 目前他們往前網路都還是通的 那有一些電信設施 就是有一些可能因為戰亂被破壞 但是大概像CNN等等的這些網路通訊的稿子 還是發得出來 那至少到昨天我睡前是再醒來 還沒有重新看 那但是如果就是還是持續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因為實際的地面上面的狀況 會即時的反映出來 就跟塔利班第一次指針的時候是不一樣的狀況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持續的關注 那現在我們也看到塔利班就是說 那他們會讓這個女性參與政府 他們不會清算 會這個特赦所有這個之前就是跟他們對抗的人 或者是之類之類之類 那也可以看到說 這是因為還有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做出來這樣子的承諾 所以我覺得我們主要關注的就是那邊的通訊跟行為的自由 如果繼續保持的話 那就就是跟這邊提出的另外兩個政權 是有最大的本質上的差異就是他持續保持了這方面的自由 那如果這方面的自由後來有所縮減的話 那這個問題可能才會真的被提上檯面 那目前大概就是持續關注 有八位朋友問說 日本有篇報道說程度差太多 78歲的IT大臣跟38歲的IT大臣 這件事已經是兩年前的報道 成為話題 在日本一年多 在日本SNS被討論很熱烈 那78歲的IT大臣表示說 這個SNS都是親手這個報道 我絕對沒有這個加手達人為止 我不會加手達人 那針對日本媒體網友這樣的比較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我在推特上面有跟那一位大臣互動 不過那是已經是兩任以前的事情了 已經是一年多前的事情 那目前日本傳出來說 即將接說位停的大臣的Joy Ito 是之前在MIT Media Lab的主持人 那也是我像這次演講 我也會用一種叫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 就是拋棄掉大部分的著作權 讓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運用的素材 那Creative Commons也是Joy Ito 的很重要的貢獻之一 那之前我在美國的那一家公司 Social Tax 那Joy Ito也是投資人 所以等於是我跟他是 類似的思想的背景 然後之前也在他的公司 Digital Garage的活動上面 有跟他稍微聊了一下 所以我覺得日本的狀況就是 之前的這些鄉民的鞭策 我想一個比較中立的講法 鞭策 成功的就是讓他們的 就是內閣府 要解到數位轉型的重要性 那可能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們很多的這種對應的方式 也跟台灣一比就發現說 我們確實是需要一些人 他能夠去整合民間的各方面的資源 進入這種數位治理的能力裡面 所以他們就很快地抽出數位廳 很快說我們也要一百位民間的人士 能夠加入中央政府來幫忙 然後也很快地找到了Joy Ito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是 整個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就是網友的鞭策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面就化成這個 城市改革的一個動力這樣 有幾位朋友們問說 睡眠不足是多數人無法落實 應該反過 特別是在競爭的環境 跟養家打拚的年紀裡面 要怎麼樣更有效的調配 護料跟管理 像說有必要的加班等等 是 像我自己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進行訓練室那個時候 也是隨時uncall 就是隨時接到電話 小碼子的那個情況 那但是我就是很明確地跟大家說 就是我之所以有貢獻 其實我睡很多 那我的加分是在睡眠的時候 那我如果腦袋不清楚 如果睡不夠 如果只睡兩三個小時的話 我也可以很快速地做出判斷 那些判斷大概都是錯的 對啊 更多的時間來收拾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是要跟同事講清楚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boundary 那加班當然還是可以加班 我之前也有就是 可能就是一天全部的時間 都在上班十二小時 但是還是要是搞小事 的這樣子的情況 那是實際上的需要 那但是我也很明確地說 那你如果再過來 就是變成十七小時的工作的話 那其實多出來一小時 不但沒有增加生產力 而且事實上是很容易 就不小心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 前面的十六小時都毀掉了 所以我想 我一定不是就是唯一有這個情況的人 我想大家應該都是 在睡眠不足的時候 應該很容易有一些判斷上面 就是的問題 或者是閃神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要很明確地溝通 那剛剛講到的像番茄中 或者是下班之後就是 隔一段時間再回訊息等等 這種時間管理的結構的方法 我覺得都很有幫助 因為其實就是很多時候加班 它是因為說 我們只要在今天大家腦裡的 那個狀態還在的時候 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到一個段落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那個習慣說 每三十分鐘就checkpoint 就是比較完整的記錄下來 不管是透過白板 視訊軟體等等 所以我們要讓你醒來 腦袋比較清楚的時候 可以很快地介紹的話 很多時候下班也不一定 那麼有必要 除非真的是天災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練習的 就是稍微可以不許來分一下 好 那有九位朋友問說 有沒有被情緒勒索過 怎麼樣面對 以及克服情緒的勒索 同樣的也是 就是時間去拉長 在網絡上面確實常常有網友 就是所謂的引戰 就是說我如果不現在回應 我就是不尊重什麼什麼 不尊重人民的聲音 還是不尊重他的時間 還是怎麼樣 然後不然他就威脅說 他要去登報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很多 這些基本上一策略 而且我覺得這些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表示說他很重視這件事情 那我的注意方法也一樣 就是如果是在線上的社群媒體的話 那我就是會按一個愛心 最常見就是按一個愛心 或者是 反正就留一個表情符號 然後讓他知道的時候 我也看到了 然後我心情很好 就是說 一方面說這樣就很難鬧下去 那二方面是說 我並不是不處理 我是挑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來處理 也就是說假設他留了100個字 裡面95個字都是情緒勒索 但是有5個字其實真的滿有建設性 是一個很好建議 或者其實本來不是 但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很好建議 這樣子的情況 你就很認真的去恢復他 那一方面旁邊的人都可以知道說 真的他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 真的會回應 那二方面是說 那他也知道說 這個情緒勒索 好像他發現完 但是就沒有這個必要再繼續 因為他本來這種挫折的感覺 很可能是因為前面他提出了類似的意見 或者類似的常意 但是沒有人理他 那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強度必須要一直的加強 然後才能夠像做到說 非理他不可 但是因為我的回應的方式就是說 你裡面有道理的部分 我就是認真回應 所以那個最核心的就是 沒有被回應到的那些事情 就已經解決了 那解決之後 自然也不需要去用情緒勒索的操作 因為情緒勒索其實是很累的 本身也是很華麗氣的一件事情 那他有更省力 但是又可以達到同樣的就是被聽到 被接納 被包容的這種感覺 他也不會想用這種方式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好 有一位不知道是不是 李四成老師的信徒說 請問如果腦場科學實現 是不是全民超人的時代就來臨了 應該是吧 是滿有這個可能性的 老師們要滿溫柔 覺得自己是不是外星人 我只要帶上VR 然後我最常去的就是國際太空枕 那或者是火星 那或其他的星球 太陽系的星球 那從那邊看地球 馬上就有一種自己是外星人的感覺 而且很便宜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就用最基本的VR引擎 我是用STARCHART VR 那STARCHART VR 它就可以讓你在太陽系裡面 就是去造訪任何的星星 然後外星 甚至太陽本身等等 那只要那樣子就會有外星人的感覺 那最近我們也知道 有幾個人自己付了錢 然後搭了太空搜尋 然後到外星變成外星人 就是你到地球外面 你就變成外星人 就是跟國際太空山裡面的人 都是外星人 是一樣到來 我覺得就是體驗一下 當外星人的感受 真的滿有好處 在科學上就是這樣做 那時候會不會有一種總觀效應 就是去地球外面看過地球再回來的人 通常都會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可以感覺到說 地球很脆弱 地球是一個整體 地球是一艘太空船 它就不會做一些就是 不此事彼 就是對地球的一小的地方好 但是其實犧牲掉其他的地方 然後到最後整艘太空船 這個起火燃燒 其實對那個小地方也沒有好處 就比較不會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但是在地面上的時候 可能因為這個大氣層遮蔽什麼 你很難想到你的行動 對於地球裡面外面的人的外部型 就是外部效應 但是在太空很容易看到 也很容易想到 也沒有國界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沒事當一下外星人 我覺得是滿有效果的 可能可以比那個腦腸科技 更快達到全民小人的那個目的 那有實際問他們問說 有很多網路上面有很多傳言 關於這個未來人這樣子的預言 相不相信這樣子的預言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我跟日本市區的時候 都說這個 很高興收到未來的訊息這樣 因為他們是一小時的 我們並不是這個時間旅行 是時區旅行 我醒來的時候都是在北美南美 然後隨著時間過去慢慢就移往下走 然後慢慢都變成歐洲 然後睡前大概都是歐洲跟非洲 等等的事情 所以就是本來未來就是這樣子 不均勻地散步的 那尤其是在同一個地球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人說 太陽已經起來了 但是我們這邊其實還沒有日出 的這個情況 所以未來本來就是一下子 透過一些人而來臨 那當你想到一個新的創新的時候 其實感覺也很像 就是未來透過你而來臨 那你只要分享這樣子的未來 給其他人 那其他人也就可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受到這個來自未來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般性的感覺 任何人他只要覺得 他有結設到一些創新的訊息 那就可以說是一腳已經 踏進了未來 那也不一定需要這個 在時區裡面旅行 也可以有一種在時區裡面旅行 先看到日出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不錯 這個就跟帶個VR去 就跟其他人一樣 就是多少都可以 讓大家變成更好的人 好 那有十位朋友們 為明天過後 這好像是一個電影的名字 好 那個就是day after tomorrow 好像在有些市場 會翻上後天 那很有意思 對 明天過後就是後天 怎麼樣的行業最有潛力 我自己覺得就是跟人 越親近的行業越有潛力 也就是說 差不多我自己是選 UIT工程 那但是UIT工程裡面 一向都有設計 就是程式設計的設計 就是去幫人設想 幫人計畫 就是面對人的部分 那跟比較接近傳統的工程 就是面對機器的那個部分 那在我們這個領域 就是面對機器的部分 最近除了那個Open AI Codex GitHub Code Hilot等等這些技術 就是只要你把人這邊提的需求 告訴電腦AI 就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那大概可以已經寫到7、8層的程度 其實蠻厲害的 所以我們廣機器的這個部分 所有那種比較融 我在做的時候也覺得自己 很像工具員的那個部分 大概AI大概都可以出現 而且都可以做到7、8層 之後我們就是要管理AI的結果 那不需要去就是 就是一步一去的去教AI做什麼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這很棒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關體工程的工程的部分變弱了 而程式設計裡面設計的部分變強了 大部分事情都是在聆聽其他的需求 去整合大家的需求 去設想去計畫 去做價值判斷等等這些部分 所以我覺得行業可能還是同一個行業 但是就好像Computer Printer以前都是人 就是做計算的人 做印刷的人 那Computer Printer現在都是機器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資料分析師 我們還是有做發行出版人等等 那他們已經不會再去做活字開版 或者打算看這種事情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想行業本身都還是會留著 但是行業裡面面對人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最有潛力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就是多想一想 就是從設計的角度來檢視自己的工作流程 那哪些部分未來越來越多機器可以做 那些部分是因為面對人 你空下的時間就可以去做大概這樣 我們還有三分鐘是不是 好 那大概再一個問題 有幾位朋友問說開發台灣社交距離 他之後氣質不用 Factcheck 我沒有氣質不用 我剛剛進來掃那個QR Code 就是用台灣社交距離 可見那個朋友每天都在用 那後續推出簡訊實聯制 給他電商商政府收費 中間過程轉折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其實台灣社交距離 本來在當初配放的時候 就有想說他可以整合 檢視射程式的這個掃碼器 那當然之後因為很多人會懷疑說 那他掃了之後 因為他有藍牙公訊各種功能 各種權限 是真的他遲時送檢視嗎 還是他有沒有自己去做什麼處理之類 就是有很多在城市設計圈的朋友 要求就是杜伊堅老師就是AILM那邊 去開放他們社交距離的原始 去確保說大家都可以audit 都可以去看說他沒有 就是掃了進去實驗之後 去做什麼別的目以外的利用 所以中間確實 就是衝了一小段時間 那在過程裡面當然也很感謝 就是包含資產書啊 或者民間的一些朋友 都願意就是先來看那個城市裡面 沒有什麼漏洞 不然一起開放 然後突然這個遭到網路攻擊 也不是很妙 所以中間確實有一小段時間 就是他真的沒有audit 台灣資料區域就是城市 那但是後來也準時完成了 所以現在可以在Github上面看到 整個台灣資料區域的原始嗎 那以我所知 也有很多就是公司 他的程序比較大 他也有他自己的大咖系統什麼之類 他們現在就開始蓋那個台灣資料區域 因為他原本已經開放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加工程上去 甚至變成自己的APP 或者把他的這個核心功能 包含掃碼等等 變成你的APP的一部分 那這些都是可以的 因為他採用了一個 一個容許商業使用的 我們叫MIT的一個搜尋 所以一方面他並沒有被棄出不用 那二方面因為他開放原本有的關係 他現在慢慢融入很多 大家自己開發的這種APP裡面 那我覺得這是最好 就是類似一個包裝盈域嘛 他當時達到了一定的效果 那疫調也有一些幫助 那現在跟簡訊電視整合之後 而未來再想到新的 跟疫調有幫助的事情的人 就是不用自己重寫簡訊實鏈指 跟台灣社交距離的這兩個核心的功能 就是掃碼跟藍牙的功能 而是他可以在這兩個的基礎上面 自己再往前開發 那這也很符合社會創新 與眾人知識 眾人主持 這是對他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在大家願意就是分享 自己的做法前提底下 那我們就盡量去公共 盡量去增幅 大概這是中間的過程的轉折 那最後一分鐘 在政府部會職場上面 若不讓民意代表 或者官員客戶 非常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是對待 都是如何應對或者是處置 那睡滿8小時之後 如果還是沒有方案的話 其實基本上不會沒有方案 像剛才大家要求我這個增加 這個威力財的狀況的機率對不對 一下子就出現一個方案 就是多開幾個號碼 我的意思是 有些時候 當提出方案的時候 我就大方承認說 這不是我一個人做得到的 但是這是一條值得想的方向 也就是說不是往solution去想 而是往innovation去想 那如果是往innovation 往創新去想的話 那基本上就算限制你的是物理定律 比方說它要求比光速快的 這個就是travel的旅行 那你也可以說 那你覺得可以先往這個 然後敞開這個方向去進行探索 那說不定有一天真的可以開發出 比光速快的旅行方法也未可知等等 所以往創新的方向做的話 基本上大概沒有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只有我們還沒有到的那個未來而已 謝謝大家